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发人员没有对上传的文件做严格检测 是吧 而导致我们上传了像一句话木马这样的文件 webshell这样的文件 是吧 然后也给大家讲到了我们怎样去包括做一些防御和后期做一些处理 当然最有效的话肯定是在上传的时候就给它拦截下来 是吧 一种事就是在代码层面上 也就是rd这个层面上来加强对上传文件类型的一个监测 第二个就是在前面通过web防火墙 就是我们的web应用防火墙来对一些带有这种特征信息的文件进行拦截 那如果最后你真的中招了 那你可以尝试去从你的网站的文件当中去过滤一下 我们过滤关键字 我们过滤关键字的时候呢 用到了一个叫fgrab 对吧 因为fgrab 在fgrab的这个眼中 没有原字符 对不对 一切都是常规字符 还有声音在这边 昨天你那个语可能也是 好 没关系 这个视频我在前一个也录过 其实 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文件 包含 我们首先打开把机来看一下 好 我们依然打开这个脆弱的web应用这样一个把机登录 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在上一节当中讲到了是文件的上传 当然登进来以后呢 默认的级别就是低安全级别 这个安全级别 大家注意 它不是针对某一个某一个项的上面 如果说一旦把这边调成了中安全级别 那么上面的所有攻击的这样的一些漏洞 都处于在中安全级别 这样一个设置 好吧 它不是对某一个设置的 当然这些设置呢 也不是常规网站有的嘛 就相当于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套网站 一套呢 是低的 一套中的 一套高的 只不过你可以通过这儿来调节 就是我们这个把机给我们所设定的 切换的相当于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叫文件 包含 Englution 包含 那什么叫包含呢 大家看到这个页面上有一个传了一个参数 是吧 通过patch 然后它传了一个参数 或者叫编量 编量的名 编量值 参数名 参数值 它把一个叫做inclute.pip的文件给包含进来了 这个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网页 整个这个页面 它通过patch呢 来将另外一个文件给包含进来了 看到吗 这个文件在哪个地方呢 这个文件也在我们的网站的 我们连过去看一下啊 它没有写路径 是吧 这儿 没有写路径 那表示的就是在 这是这个目录 对吧 看dbwa下的漏洞下的文件包含这个位置 进到vr下的 我们这把机也看一下 dbwa下的文件包含 大家看到了吗 它所包含的文件 其实我们访问的是首页 刚才那个首页 对不对 但是呢 它通过一个编量 它通过一个传餐的方式 把inclute.pap把它建了 那倘若说 听见了吗 倘若说我在这儿呢 建一个叫y.tst 听见了吗 我就随便写一个阳哥 这肯定也不是pap吧 这只是一个普通文件 我按错了一个键 好 那这边我们看到 确实这边 sorry 多了一个叫y.tst文件 是吧 那你能包含这个文件 能不能包含那个文件呢 看了吗 是不是包含 包含不是说只是去访问那个文件 是吧 那个文件的代码 包含到我们这个首页 你现在访问的是首页吗 你现在访问的是不是首页 你现在访问相当于 实际下面的index.pip 这个首页文件 看到吗 只不过首页 是不是一般不用输啊 首页的话 是不是自动有默认的主页 也就是说你现在访问的是 现在访问的是一个叫index.pip的文件 但是他把另外一个文件的给什么 包含的 所以里面的代码呢 也照样被什么 被执行了 被 如果是pip代码的话 那他就会把pip的信息给你写出来 是吧 pip怎么写的呀 我们再试一下 比方说p点 还叫比方说c点pip吧 好 这里面呢可以来一个i可一句话 是吧 简单一点 也可以呢 因为我们以前 这个函数 好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把这个c点pip包含进来 那应该不是 只显示一句话吧 包含这个c点pip文件的话呢 大家应该能想到什么结果是吧 你看这个路径我们就没有额外去写 我们写的是一个本地路径 你看相对于他来讲的话 是不是都在这个目录里面 好 各位请看仔细啊 现在我们换一下patch c点什么pip 它只是显示pip吗 不如是 往下看 人家该有内容 人家肯定是还 还有吧 只是包含进来而已对不对 你不是包含进来了吗 那同样有人说 那能不能换一个呢 这个是当节目录 能不能换个别的那边etc下的 password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对吧 它又 那到底为什么是可以呢 那你看 首先我们说一下文件包含 原来人家的文件包含是 是这个包含这个文件是吧 那我刚才在这儿给人家 整了 整了这一堆 然后我又整了一个etc password 是吧 那有人说整shadow行不行呢 还是那句话 得看你 apache是哪个用户运行的 你对这个shadow有没有 独权限 对不起这个没有命令 有吗 你那个apache运行的那个用户 应该叫三w-data吧 没有独权限 所以你别想了 有吗 这个到底是要 还是要懂的 不要得寸进尺 对不对 etcada shadow 这个 它不是不包含 它是包含过来以后 它是包含不了这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没有独权限 那我就问大家 什么叫文件包含 这个文件包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常见吗 刚才你看这儿改成那个叫y.tst 包含了那个代码是吧 可能我写的不像个代码 首先文件包含这个行为是不是正常的 我们漏洞 漏洞呢 不能说 就像我们说文件上传 你敢说文件上传是漏洞吗 文件上传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吧 但是 你没有检测 导致用户呢 上传的这种恶意文件 这叫做什么 漏洞 那文件包含就是漏洞吗 不是 文件包含是正常的 刚才我给大家通过演示 大家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我在一个文件里面呢 我通过画图呢简单的画一下 这嗓子声音不是我的原因啊 在看视频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这嗓子哑了 我们刚才有一个主程序叫做 叫index.什么 这个颜色不好看啊 画个绿色的吧 还是黑的吧 不是不是那意思 我还有两个颜色要给它配上 这个是我们的index.pap 是我们的主程序吧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写了好多 一行一行的代码 一行一行的代码 是不是写了好多代码 大家应该在开发的时候用过像函数 还有呢 我们在学包括学shel的时候 会学c语言的时候 那在学c的时候呢 会包含头文件 一个root 是不是 在学shel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点去加载另外一个 比如function的文件 对不对 这样做呢 是因为你这个程序要实现的功能 可能人家已经 某一些功能 人家已经封装在某一个文件里面的 没有吗 你看 你不可能为了 你这个程序要实现abcdfg 你要实现abcdfg 其中呢有五个功能呢 人家已经写好了 而且呢 这五个功能可能需要在很多页面里面都要用 那我们不可能在每个页面里面都去写 所有功能的代码吧 而是呢 把那个代码的实现 类似于函数 函数不同的是呢 它主要是在当前文件里面 当前叫程序里面写函数是吧 而我们可以呢 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功能 写在一个文件当中 最后呢 给它包含进来 能明白吗 类似于我们c的 一个root的各种头文件 你明白 就是文件包含这种行为 本身是什么 正常的 你不可能把所有代码 所有功能都写在一个文件里面去 这样做的话有好多问题 一 这个内容有点长 是吧 第二呢 你可能要重复的 你在开发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 如果再需要这个代码的话呢 你可能要重复的去编码 是吧 所以我们呢一般就会采用这种 把这些功能 你看 这边不是需要一个叫A功能吗 比如说A功能 A功能的这个代码 我这时候不叫A吧 我这时候不要说F功能的代码吧 F功能代码 下面呢 这一串就是 F功能代码在哪呢 不在这里面 在哪 A在另外里面 在这里面 看到吗 F功能代码呢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两个功能的代码呢 分别是 我们假设就是我们说的F吧 这是 这是G 这是它代码吧 好吧 然后 这里面肯定有一行一行的 很多的代码 实现不同的功能 是不是 那我们为了使用F功能代码 我们完全不需要 在这里面编码 因为这可能很多 我们直接 把它给什么 说包含现在就可以了 类似于什么写法呢 类似于 类似于 NCLUDE 比如说 那个叫 那个给起个文件名吧 比如叫做 F.php吧 好吧 我给起个文件名 OK 那只 这个叫F.php 能编吗 好 这叫 G.php php 对吧 那我们包含的时候呢 这边同样是 NCLUDE G.php 能听懂吗 各位 这是正常的包含 好包含F或者G的代码 我就不在这写了 好明白意思就可以了 好吧 是不是正常的包含 我们说包含这个行为是正常的吧 对 而且呢 不仅是程序上的包含 我们平时配置文件 是不是也 也喜欢使用包含 你看 NGX 我们 每一个 Server 是不是专门搞一个 自配置文件 也方便后期的管理 是不是 这个包含这个东西呢 好像不只是在 程序层面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 去配置某一项服务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使用了 包含这种机制 是不是正常的 好 但是呢 如果说开发人员没有用心去写 他写了这样一个东西 看好了 或者是干脆 干脆他写了一个 RNCLUDE 星 好了各位 他如果写了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他的本意是想将 F.PAP和P.P包含进来 但是呢 由于他写的是个星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将什么包含进来 这边那些恶意的 我们用红色来画了啊 恶意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 ETCR的 Password 没有吗 他并没有说是什么文件啊 他说的是 他如果说的是新的话 类似于这样的是吧 还有呢 可能把 他 网站目录下的一个叫 这一点 比如说那个 C点什么 GPG 包含进来 看到吗 那这个是不是就被他包含进来了 这个也是一样 被他包含进来了 那可能在左 在右边那些文件包含呢 是开发人员需要的 就正常的嘛 但是左边 这就是违规的 那有时候图片包含进来有什么用呢 那不是 我们可以把 一句话目码放到图片里面 对啊 我们要把能知习呢 要的是里面的代码 不是图片本身 是图片的格式啊 但是我们要的是里面的内容 他可能图片的内容呢 有人说那个代码执行可能是乱码是吧 我们有正常的那句话啊 我们要的不是那 乱码就乱码呗 对 我们要的是 那种乱码的内容 内化那个文件啊 那个代码 就是 就是 如果是图片的话 我们用文件工具打开 肯定是什么 那是因为人家编码本身就是那样的 但是我们写的那一句 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图片啊 它就不是乱码 我们要写一句 来 就在图片里面包含这个一句话目码 最后 让图片执行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乱码 同时也会看到 也会得到那个那句话执行的一个结果 首先我们说了 文件包含这个行为本身是什么 正常的 无可争议的 正常的 也是我们开发人员 绝大多数开发人员 或我们的病人员所用的一种机制 像一个路的对吧 大部分都常见 但如果说它为了偷懒 它就包含了一个什么什么星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如果上传一个图片 我们如果上传一个图片 而这个图片里面呢 带有这种 图片里面带有这种恶意的目码的话呢 那在执行这个文件的时候 在执行我们index.pap的时候 就会去连图片里面的那个代码一块什么 执行 明白 那各位 有人说 这些文件 有些使路径 有些没有使路径 那有路径的话呢 那就是明确是路径吧 没有路径的话 那就是一个相对路径 就是和它在 同一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我们上传的图片 可能和它 图在同一个地方 没关系 我们只要找到路径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刚才这种包含 各位看 它是在 它是在 就无论是f.pap 还是g.pap 还是edcpassword 还是c.gpg 它们有一个什么 共同特性 思考一下 我不能一直讲下去 一方面保护嗓子 相当于你看我们如果包含的时候 它们都有一个 它这边使了一个新点pp 新点pp或新是吧 我们在执行那个网页的时候 大家可能刚才看到 我们在上面呢 像这样执行的 是吧 去执行这个网页的时候 首先这个网页 其实有一点是省起来的 就是前面这个index点什么 pap 这个我就给你写上也行 无非好吧 就是这个文件里面带有什么漏洞 文件包含漏洞 是个文件包含漏洞 然后patch后面接收的是 比如说接收的是f.pap 这是一个是吧 我都给你写出来 还有呢 g.pap 然后c.gpg 是不是 这个是etcr的password 放在上面是吗 这儿 放不下 下面还得放点别的东西一会儿 可以吧 可以 好 各位看 这几个文件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我问大家 这个文件在哪个地方吧 前面这一段 前面整个到134 这是网站主目录吧 你就可以说在网站主目录下的 dbwa下的 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啊 漏洞目录下的文件上传下面 就说白了就是和谁在一起吗 和这个index 在同一个地方 明白什么 它们就同一个地方吗 它没有路径 但是很抱歉 这个不是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在 最后 是在我们的系统的 edc password的这个位置 能看懂吗 我说了 虽然说路径不一样 但它们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在 所包含的文件都在 这个服务器上面 明白吗 就是所包含的文件 都在这个服务器上面 明白吗 你看 无论是 来个粉色 所包含的这些文件 都在 都在本服务器上面 明白吗 这种包含叫什么包含呢 叫做 本地文件包含 叫做LFI 叫 Local Fail Inglution 本地文件包含 那边吗 就是包含的对象不在那 那么另外一种包含就不是 你看看 现在 我们有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 我画个这个颜色 就是这台机器 这个机器 它什么搭的 不知道 总之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叫 Web Server 就网站服务器 我们假如说它的IP呢 不 不用它IP了 我们就直接下话线 Web server 我们就这么写一下 好吧 它上面网站目录下有一个文件 听明白了吗 有一个叫什么呢 C.GP器 U.PHP 这是它的网站 这是它的网站主目里面 后面吗 那如果现在包含的话 各位看 刚才包含的时候 那都是在本地 是吧 这后面 这后面 是不是等于那个 有点长 拉到最长 一句话 反正要用 看 这怎么行 这就不是本地了 就是ITTP 网号双行线 Web server 下面的 C.GPG 看到吗 当然 可能有C.GPG 也可能有那个叫 U点什么 PHP 那无所谓 我们换一个计程 U点 PHP 哎呦 没法再改了 这个W7就是这样的 W10可以转 W10呢 就那个啥子 可以转 这个W7动不了了 一旦落地就动不了了 各位 你观察一下 现在这个包含 它包含的对象 还是在这个服务器 本地吗 所以呢 它的叫做什么 R 叫远程文件 包含 也叫做 RFI 看懂了吗 各位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包含本身 是正常的 我这边用颜色 给大家做了个标识啊 那个绿色 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包含的 没有吗 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但是呢 左边的红色 和下面的黄色 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 但是由于 开发人员 在这个 主文件当中 程序当中 它在包含的时候 并没有明确 限定 或者写清楚 要包含的文件 比如说用到了新点 什么什么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呢 去包含 包含其他文件 好 那我问大家 你觉得是本地文件 包含更容易一些 还是远程文件 包含更容易一些呢 嗯 那意思是说本地文件包啊 你是不是要想办法 先把你的程序传上去啊 把你的木马车传上去之类的 我觉得远程容易一点嘛 远程这个机器是你控制的 对不对 远程这个机器是你控制的 哎 你把这两个文件供养出来 这又多么难 一个网站服务器一搭 我把那个网 往那个页面往里面一扔 是不是这个文件就做好了 对 然后 而且你要知道 你现在去 本地文件包含 你先要把这个文件给 搞上去 这个就很难呢 对不对 可能要经过重重的阻碍 而远程文件包含 其实呢 并不是你把文件传上去 是他主动去访问那个文件 没有吗 就比方说 有人 有一个 有一个小家伙 他 这是个好人啊 他现在去访问 这个页面 他去访问这个页面 这两个页面 他访问这两个页面 他访问的机器肯定是134 没有吗 访问的是不是上面 这上面这个把机是134啊 这个这个这个大家伙是134 但是呢 这个把机 由于我们后面跟着一个包含的链接 所以这个把机呢 他会自己去访问那个 远程机上的文件 没有吗 这个就有点他的 有点像他的行为的感觉 就是可能呢 这种被拦截的机率呢 就小一点 来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有没有不理解的 首先我们说包含本身是正常的 还是重复了这句话啊 但是由于包含的时候 这个文件和我们在上一节讲到的文件上传 不是一个意思啊 文件上传指的是 对上传的文件没有检测 类型没有检测是吧 这个文件包含是指什么 对所包含的那个代码文件没有检测 这不是一个意思 没有吗 如果说他允许我们包含图片 那我们就可以呢 利用图片里面来生成一个 木码 利用图片 我们在图片里面 我们在图片里面干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在图片里面 不是一句话木码 那个没有用 那个不能执行 我们的那个中国赛道也连不上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代码放在图片里面 中国赛道连呢 连上也不能用 能明白吗 它连上了也不能这样使用 所以我们图片不是为了干嘛 不是一句话木码 是 里面有一句话 是为了为了什么 是对 为了它图片是可以执行的吧 那我们执行并生成webshell 所以图片上去呢 它并不是 它本身并不是那个一句话木码 它是为了干嘛 我们是为了把图片这个执行 然后让里面的代码执行 执行的那一刻呢 所以最后生成一个木码文件 所以它相当于只是一个中间过程 它一旦生成以后呢 它的使命也就 也就没什么太大用处 至少在现在没什么用处了 好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准备做实验了 你们看一下 本地文件包含远程文件包含呢 区别就在于我这个图 我一般图是不保留的 我都是录在视频里面 不保留的 每次画还画得有点不太一样 有没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 好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低安全级别 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的 现在是低安全级别是吧 对 我们法国的页面是哪个页面 首页 index.pip 它里面有一个包含 是不是 是不是那样的呢 看一下 看到吗 它里面有一个get page 然后将传给那个fail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通过patch的方式呢 patch呢 包含不一定后面前面是patch 这边它是通过去get这个patch的值 对吧 来包含一个对象 那总之这就是一个包含嘛 对不对 好 这是在低安全级别这个情况下 哎呦 关错了 关错了 关到那个页面 天猫昨天干了两千多亿啊 你们贡献了多少啊 好 这就是原理 3 修理 2 1 2 투 4